随着时间这个世界的变化 虚拟货币是未来的世界吗 你准备好迎接未来的世界了吗 所以今天我和你们分享一个免费在虚拟货币的APP 那么免费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花任何钱就能赚取虚拟货币 只要你拥有一架手机和网络就可以免费在手机挖矿了 而我们每一天只是需要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点击一个按钮就可以在手机挖矿了 大家好 我是小轩 这个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关于如何在网上赚钱的方法 以及如何使用我们的手机赚钱的APP 如果你感兴趣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这个可以让我们免费挖矿的APP使 还Network 下载了之后 我们就进入这个APP 注册有两个选项哦 我们可以使用面子书和手机号码来注册一个账户 那么对于这个视频 我会使用面子书来注册一个账户 如果你没有面子书 你可以使用手机号码哦 之后我们需要输入我们的名字和username 也就是用户名 你的username是你的邀请码 我建议你们的用户名和你们的名字一样 此外字你最好是小写 我建议邀请码设置的简单一些 然后最好简单好机一些 因为方便我们推广我们的邀请码 接下来我们必须要输入邀请码才可以注册 这个是我的邀请码 然后我也会粘贴我的邀请 码在描述栏和留言区 当然你们不需要使用我的邀请码也可以哦 因为如果有一些朋友注册了一个账户 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你的邀请码 这样别人也已使用你的邀请码 你可以留一些比较特别的留言 这样网友对你印象深刻 网友也会使用你的邀请码 然后请你们不要留言任何的链接哦 因为YouTube会自动侦测到有链接的留言 并删除这些带有链接的留言 然后邀请人和被邀请人也能获得一个 嗨 好的之后就点smatch 之后我们能看到这里有一个闪电的符号 我们每天只是需要点击一次就能自动挖矿了 这里大家要非常注意哦 注意哦 每24个小时候 你都必须进入这个APP点一次哦 不然这个APP就会停止帮你挖矿了 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们只是需要每天点一次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十秒钟的时间 这个APP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 比如说我的英文很不好 所以我们可以点右上方这里选择中文的语言 这样这个APP就会自动翻译成中文了 而且不只有中文哦 因为这个APP还提供了非常多的语言让我们选择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APP的信息 我们可以点左上方这里 然后点常见问题解答 我们点这里就能将英文翻译成中文了 这里你们能读一读 那么我会说说大家非常想知道的问题 因为我对虚拟货币不是很了解 那么以下的信息都是根据我从张一本哥哥的频道和我的搜集的资料知道 如果有哪个部分说的不对 还请多多指教 Pi Network新的播吗 这是骗人的吗 首先先和你们说 Pi Network是在2019年3月开始 然后在短短的8个月内达到了100万用户 所以到现在 Pi Network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急我们免费挖矿呢 即使我们使用任何APP 我们随时随地有印识和数据被截取的机会和风险 除非你不要用任何APP或者不要上网而已 然后有一些人会觉得 Pi Network是不是骗人的 就算他骗人也骗不到你的钱啊 因为我们不需要给任何钱啊 不是吗 最近也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增加100万个用户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他们的官网 YouTube频道以及社交平台上 看到他们的斯坦福大学果 是团唱使人的真面目 那么Pi Network的戒指是多少 值多少钱 Pi Network不是免费可获得的钱财 它是一个长期项目 因为它的成功取决无成运的集体贡献 也就是我们 他们的目标是做全球生态链 而全世界的领域也非常之多 商品和服务的种类也非常多 如果Pi币的生态全面推开 交换和使用的地方会变得越来越多 到时候他们的借格也会越来越高 借值之会越升越高 业内人士预测 Pi币上交易所交易时的借格 一个Pi币可以炒到150到300美金 如果保 手一点来计算一个Pi币只有10美金 那么我们一天挖10颗 就是说我们每天可以赚100美金 那么Pi币什么时候可以提现 以及如何提现 Pi币不能马上赚钱和提现 因为这个Pi币环幕有上主网 环幕有去中心化 所以环幕能上交易所交易 但是Pi Network官方有越过 最值他们会在今年底 进入第三阶段实现主网 虽然不确定今年Pi币真的可以上市交易部 但我们只需要每天使用10秒钟在手机挖矿 以后可能会有不错的回报哦 那上主网的时候要如何提现呢 在我说这个部分之前 我先让你们了解什么是KYC KYC的总句是 Know Your Customers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了解你的客户 这是金融机构 银行 交易所等企业必须进行的一项操作规则 KYC 像是一个用户个人档案信息的带路 比如真实姓名 电话 证件号码 相貌特征 财产状况 社会关系等等 比如说我们到银 行去开账户 需要填写一件大堆详尽的个人信息 那么这就是KYC 或者你开一个支付宝 微信支付的账户 这些也是需要实名认证 比如说我们需要填写真实姓名 手机号和身份证号 这些都是KYC 然后KYC对于企业管理 保护资 身和用户的财产安全 以及政府部门的监管要求 都十分必要 而且KYC是国际社会中 所有金融活动中 必不可少的环节 主要用于一份反省前 身份盗窃 金融诈骗等犯罪行为 一般验证需要的三要素就是 姓名 身份证 手机验证 所以当你在注册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时候 都会有KYC的认证 我们回到问题 那上逐网的时候要如何提现呢 上逐网的时候 Pi Network会要求你完成 KYC实名认证 然后你的电话就是你的电子钱包 可以在网上交易 或者有一些认同 PiB的平台 你可以使用 PiB购买商品或服务 那么在 Pi Network上 我们需要先做 KYC认证吗 因为最近你可能听到有很多 Pi Network的用户已经开始做 KYC认证了 这是因为官方释放了少部分早期的用户 选中为第一批选 KYC认证的用户来测试内转功能 只有开通内转的用户 才有资格进行递获和转币 然后这些被选中的用户 已经测试了可以内转的 仅仅是基础算力挖矿部分 不包括你安全圈收入和推广收入 剩一个必要的安全圈朋友 即推广的下级通过KYC认证后才能解锁 如果下级或者安全圈的人 一直没有去做KYC认证 或者KYC过不了 那这部分奖励就面临销毁 那我们需要先做KYC认证吗 张义本哥哥表示 不需要急躲做KYC认证 因为当拍币上主网的时候 会有各种形式的KYC 供大家选择 真人过KYC只是实践早晚问题 所以大家不需要注急 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吗 拍币的官方一再声明 每个人只能一人一记一账号 KYC实名认证的时候 就算你开再多的账号 也只能认证一个账号 所以不要开太多的分身账号 去帮你挖矿 因为这都是默有用的 另外你注册的账号 必须要通过手机号码验证 或者Facebook验证 不然你挖矿的 拍币是毫无作用的 上主网的时候 是不可以用来交易赚钱的 如果最后拍币 没有得到市场认同 那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没有投资任何的东西 每天我们只是花10秒钟的时间 点一次按钮而已 那么如果这个拍币值钱 我们就能免费赚一笔钱了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们收看这个视频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可以帮我点一个赞吗 如果你们对这个网络赚钱的方法 有任何的疑问 请不要害羞哦 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我会尽量的帮助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这个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 关于如何在网上赚钱的方法 和如何使用我们的手机赚钱的APP 如果你对赚钱感兴趣的话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不会和我插尖而过了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留言告诉我 下次为你们分享更多赚钱的方法 我是小鲜 下一个影片再现哦